今天的美中强权角力新闻重点 我们先带您来聚焦的 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又对中国大陆发难了 这次他说了些什么呢 当然还是重点是抨击了新冠肺炎的议题 苏利文他指责大陆扣留 可能可以解释新冠肺炎 是如何爆发的一些详细的数据 苏利文他是在接受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 这个访问他说的 他认为美方认为说 中国大陆没有提供足够的 足以解释疫情 如何在中国大陆国内传播的数据 还有一些资料 而苏利文他也呼吁了 说这个世卫组织 这些领导的国际专家 应该要组成一个进行 可信公开透明的调查 到全世界传播的这些原始数据 还敦促大陆和世卫组织 要就此更加努力 苏利文也回答说 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确实是提出一些疫情的议题 还说其实所有国家都必须要承担责任 承担其保护世界的责任 当然也剑指中国大陆 因为他说了这个角色 中国大陆也在内 不对此 大陆官媒新华社在21号 也有评论指出了 他们是重炮抨击说 国际上有些人就是铁了心 要抹黑中国大陆 还说逢中必反 就是西方国家的日常吗 更是进一步解释说 新冠病毒不可能是透过实验室 传播给人类 还说这个西方媒体呢 仍然是各说各话 另外再来看到的今天早上的重点 这是中国大陆国务委员 既外交部长王毅 今天早上22号的时候呢 就在北京首次发表 关于美国总统拜登 他主政的新政之下 现在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 王毅呢 他其实是重申美国呢 必须要停止对中国大陆的 猜忌跟打压 也要停止支持 包括香港在内的分离失忆 还要停止呢 打压中国大陆科技业 还有一些企业 还要征收不合理的关税 他强调呢 是只有打破误解中国的高墙 才可以让美中关系重返正轨 而王毅也说了 其实现在美中关系呢 会有这样子的局面 好像呢 可能是源自于美国前朝 出于自身政治的需求 似乎呢 就是在暗批川普 那么呢言谈之中 好像也对拜登有一些些期待 因为呢 他说呢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走向跟政策 过去是出于这严重的误判 跟歪曲的解释 所以呢 做出种种打压行径 对美中关系 其实是造成蛮大的伤害 不过你还记得吗 上周的时候 我们也为您报道过 拜登呢 他在接受CNN的专访的时候呢 他也是抨击北京当局的 而且呢 当时他话说的很重哦 他说呢 打压少数民族是侵害人权 当然了 现在大陆官媒新华社的时事评论 也再度回呛美国 说呢 其实你们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啦 美国呢 也曾经大举的屠杀印第安人 而像澳洲呢 也自诩是这个自由民主维护人权 但是呢 澳洲过去也推行过白澳政策 这种种族政策 所以呢 其实这些西方国家是没有资格来批评大陆的 不过最近消息 现在呢 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强调说 像我们台湾新疆或是西藏的议题 就是中国大陆的红线 警告华府不得碰触 接下来再来看到的 最近这个法案呢 真的是争议不断 这是大陆实施的海警法 在这个月初实施的 有两艘的中国海警船呢 即昨天21号再度出现在钓鱼台 列宇的周遭海域 其实这算一算 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九次了 而且呢 这进入日本所宣称的领海 日本海上保安部呢 现在也持续警告了 要求中国海警船立刻驶离这个海域 其实呢 日方过去呢 也这个警告动作不断 他曾经说呢 不排除是在钓鱼台海域来动武 那美国国务院也曾经指出说 大陆方面实施的这个海警法 可能会加剧海上的争端 恐怕大陆现在的举动 会让美中关系更加紧张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美中角力 重点新闻整理